特別注意,第一個一定是4回圈 那一定有4就有nest,就是指的是範圍 第二個的話就是邏輯判斷 那關鍵就是這個a 那這個a的話呢 主要就是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所以第一個敘述就是說 VBA點,記得這個參數剛好跟5函數顛倒 OK,然後剛剛同學問的問題是說這個VBA點到底需不需要 其實你把它delete掉也沒關係啦 OK,其實... 你VBA點是不是讓它比較好找,它有哪些... 對,它比較好找 如果沒有,就要自己背,不是? 對,變成你要點下去,有沒有,它會自己跳 所以你會發現,像這個in3其實有相關的有沒有 它in3底下有個in3reverse reverse什麼意思呢? REV嘛,REV就是倒過來的意思 那也是in3是從左邊找到右邊 對,那reverse是從右邊找到左邊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要找的資料可能比較在右邊的機會多的話 那你應該用reverse找,效率會比較高一些些 OK,什麼狀況會發...反正你們... 這多一個啦,因為每一個函數... 那這裡的話,當然你用reverse好像應該也是可以 顛倒找,只是...其實結果應該差不多 另外還有一點啦,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這個VBA點,它的好處就是會把清單全部都列給你 然後你可以不用死背啦,因為像我以前的習慣是說 如果可以讓它自動幫我叫出來,那我就直接用選的嘛 對不對,有些函數真的太複雜了 那當然呢,in3裡面如果你想要知道細節 比如說你可能不知道說,到底這個in3函數怎麼用 你可以記得F1,那我習慣很多東西都不用背啦 我就用in3,然後你就告訴我說裡面到底是做什麼用途的 有沒有,它會告訴你說,這個函數是什麼用途 然後裡面有哪些參數,所以stream1,stream2 然後stream1是什麼,必要的,stream2也是必要的 那你會發現這邊有中瓜糊,所謂的中瓜糊指的就是說 這個參數不是必要的,也就是不要也沒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理論上in3是有四個參數 但是實際上我們只有給兩個參數,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跟第四個是中瓜糊,表示沒有沒關係 再來就是stream1,實際上是要找什麼啦 所以呢,他這邊說要搜尋的,要搜尋的自竄 那是什麼,運算是 然後這個第二個是搜尋到的自竄運算是 這看得懂嗎? 所以我剛剛寫的看不懂 那後來怎麼辦?試試看就知道了 OK,先放前面再放後面 那如果哪個對,那就寫哪個就好了嗎? 坦白講是這樣,當然 因為有的時候說真的,你不用去特別去糾結 在一定要把它背起來這件事情 反正你就先試試看 OK,可以過,那就繼續往下走 不行的話就試一下嘛 所以有時候程式怎麼寫出來 就是試出來的嘛 所以你看工程師每天在四次程式嘛 一直試一試 如果寫不出來就Google嘛 不然就chargeGVT嘛 然後多一多多一多 可能有時候程式一直有bug 但最後為什麼解出來了? 其實你問他為什麼 他根本也不知道 因為我就反正網路上怎麼寫 我就貼貼貼貼貼貼貼 貼完之後可以弄了OK 那就可以交差了 但是其實蠻危險是真的啦 OK 最好就是說你真的知道說到底自己在寫什麼 所以這個地方我有個A 有沒有 然後把這一段程式複製 貼到底下其實就改 路接到 然後呢改成一個變數叫B 這樣的話呢就把A跟B有沒有 就放到這個MID的後面 其實就可以得到結果 那你如果跟那個公式比一下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差別 就那個公式本身 他沒有A跟B的變數 所以其實公式再怎麼厲害 他不能變成程式 因為他只能一行敘述 就要搞定所有一切 所以理論上這個是還蠻大的差別 沒有辦法放變數 而且因為沒辦法放變數 所以變成很多東西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一直貼一直貼一直貼 而且很容易出錯 而且沒有出錯環境 像這個我們還可以足行跑 F8有沒有 一直一直往下跑 但那個就不行 好 所以這個已經把它寫出來 那你執行應該沒問題 另外當然你也可以寫個 不用寫清楚 那再來的話 順便 就是講一下有關Function部分 好了 因為這裡的話你會發現 你會想說 老師那可是那個TrackGPT 剛剛已經給我們一個Function 那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我不要用TrackGPT的Function 而是我希望把剛剛的Sub 可不可以改成Function 也就自己寫的 其實可以 那你說Function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其實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說 他的運作方法不像說那個Sub 是必須要寫個回圈 所以呢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要把它改寫成Function的話 第一個就是要把回圈拿掉 因為我們不需要讓它一直跑 我們只需要一個 然後向下填滿就好了 所以順便講一下 如果我要把目前看到的這個 入接到VBA 改寫成Function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呢 所以呢 第一個的話當然 我們可以直接拿這個複製一下 來改 其實就OK了 改的方法 我大概跟各位講 因為 未來如果人家問你說 VBA的程序 有哪兩種的話 那你就要答得出來 第一個就Sub 第二個就Function 那運作的方法 就剛剛跟各位講 就是一個是按下去 自動就全部執行完畢 那Function是要互動的 所以也就是說 Function的話呢 就是插入函數的時候 使用者定義嘛 然後你要跳一個 怎麼講 跳一個參數 所以剛剛不是跳address 所以我們一樣要跟使用者 要一個地址 那這個地址的話 所以理論上 那你說為什麼Sub不需要 去跟使用者要地 因為他自己抓了嘛 有沒有 直接就抓什麼 抓F欄的地址列嘛 OK 所以如果我假設 我要改 改成那個Function的話 那第一步 就是直接乾脆 我直接拿這個複製貼過來 然後第一步當然就是說 我們名稱呢 就不能用Sub 你就必須要把它改成Function Function C-I-T-I-O-N Function 好 那名稱的話呢 不能跟上面一樣 所以我們也許叫入接到吧 那本來想說要取那個 入接到函數 不過好像剛剛那個 ChurchVD那個已經是 入接到函數 我們也不能用一樣的名稱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要把什麼 把這個 Fore回圈拿掉 對 頭 尾 OK 那你會發現啦 如果你改Function 你會發現呢 它End 也會變成Function 好 那再來的話呢 裡面你只要看到什麼 看到Sales這個儲存格 的話 你一律都要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參數 那也就是說 那可是你想說 老師呢 那我要怎麼跟使用者要資料 很簡單 在入接到瓜糊有沒有 那在Sup裡面是保持空的 可是呢 在Function裡面 就是跟使用者要資料的地方 那主要我們要跟他要什麼 你必須要提供給我一個 地址 我才有辦法幫你把這個地址裡面的 入接到取過來 OK 所以呢 你就必須要跟使用者要一個地址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中文的 也可以用英文的 因為 現在的版本 比較不會像以前會有那個充碼問題 現在你給中文也不會影響 那這個地址的話 之前是透過儲存格去抓資料過來 可是現在的話 變成說它是提供給你的 所以你只要看到Sales ID的F欄 這邊一律 所以 通常要改成地址 那怎麼改比較快呢 當然最快應該是什麼 用取代 所以要小心 就取代的時候 從這邊開始取代 然後取代到到那裡的時候 就不要繼續往前了 所以取代 這個的話 把它取代成地址 那範圍就是這一個 我看一下 目前 所以 搜尋範圍好像可以改成 不要目前模組 要是目前的程序 就這一個 這樣不是安全的 對 OK 來試試看好了 那我慢慢取代好了 這個 這個 尋找下一個 這個沒錯 取代 取代 這個也取代 反正呢 就是這些 把它取代掉 也就是說 我們就不是 透過那個 自己去抓資料 而是 我們 是透過使用者給我們資料 OK 第一個 那還有哪些地方要改呢 這邊 這邊怎麼空的 上面 上面刪掉 就沒有補上 沒關係 我把它補回來 OK 這裡 依序地址0 OK 好 那應該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再來的話 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一定要改 就是呢 我們要 Return Function的話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返還資料到哪裡 那因為呢 我們 游標是放在某一個儲存格 所以最後記得喔 那個sales i0.h欄 記得把它改成 入接道 跟Function一樣的名稱 也就是說呢 它會把資料最後得到 放在自己本身之後有沒有 放在這個Function裡面 然後呢 它再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去 所以會有 最後記得這個一定要改 好 這樣應該看懂我要改什麼吧 所以 第一步 上面貼過來嘛 改成 那個什麼 把那個什麼 把 sub改成Function 第一個step 第二的話呢 就是名稱一定要改 然後呢 增加一個參數 然後把那個F欄 通通改成地址 這種取代比較快 然後最後記得喔 本來sales id的H欄 就是丟到H有沒有 改成入接道 就是跟這個名稱一樣 這個很重要 因為常常同學這個漏改 它回傳回來就空的 好 改完了耶 程式OK了 再來就試試看喔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寫完Function喔 就一樣會有資金的同學 就很喜歡這樣執行 然後就會問說 老師為什麼 不能執行耶 一樣 我要先打預防針 因為之前 每一次交到Function 同學就是會問這個問題 而且 一直問 OK 好啦 記得喔 等一下不要問這個問題 好啦 然後呢 怎麼執行 重點來了喔 記得喔 剛剛我做過啦 一一有不要放這邊嗎 插入使用者定義 這邊會出現入接道 不是入接道函數啦 因為這個是那個 剛剛TriGPD寫的 那我們自己寫的 OK 然後有沒有看到地址 如果你看到中文的 那表示自己寫的 給他一個地址 這個地址 然後如果你看到return的結果 有沒有叫廈門街 那其實為什麼 剛剛會看到那個 反環結果 前面那個東西就是暫存 也就暫存在這個Function裡面 然後因為Function本身 先游標會放在H2 所以他又會把廈門街這個資料有沒有 再把它丟到目前你在的儲存格裡面 所以他有點像一個資訊流 有沒有 先給他 然後他幫你把資料得到了 然後他存在Function裡面 再把它丟到儲存格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流程 OK好吧 按確定應該得到的結果 就OK 一樣啦 底下點兩下 但一樣會跑比較久 OK 完成了 所以你沒有多學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 至於學不學 我覺得倒也是其次啦 因為我覺得那個VBA裡面 Sub我覺得是相對重要 因為大部分都用Sub比較多 因為我詢問了很多同學 尤其是在業界的 他發現好像工作裡面用到Sub最多 Function好像幾乎後來都沒在用 不是不重要 只是說你們不知道怎麼用 但你要知道有這個東西啦 OK 所以喔 試一下 剛剛的這一段程式嘛 把它貼過來喔 改一下 我剛剛已經把那個重點回顧 你們應該改得出來吧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所以啊 以這一點來看喔 這個QRGBT Function改Sub這一點好像就不及格啦 我覺得他 還是他因為他看不懂我的意思 不對啊 有可能他不知道說我希望一個回圈 所以QRGBT那個Sub其實你也可以自己再幫他加個回圈 一樣可以把結果輸出也是沒有問題 只是說你要知道加在哪裡啊 他就要看不懂 我還是要看不懂 他就要看不懂 他就要看不懂 他就要看不懂